狗学员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1年 住宅会计基础班的内容 那么从这一讲开始 我们把前边的理论讲完了 我们就开始讲历十四杠八 我们看一下这道题 他现在讲的是成租人 假公司就某栋建筑物的某一层 与出租人以公司签订了 为期十年的租赁协议 这十年肯定是属于我们租赁期的范畴 并拥有五年的续租选择权 那你敢不敢断言租赁期就是十五年 不敢 有可能是十年 有可能是什么 十五年 那么在这儿 我们直接先看一下历四 在租赁期开始 假公司评估认为 不能合理确定将行使租赁选择权 就是剩余的五年 我不一定租 所以租赁期直接确定为什么 十年 我只考虑前十年 每年是什么情况 好 我们开始往前读题 他说出使租赁期内的不含税租金 为每年五万 我可以简写 每年五万一共有十个五万 续租期间 每年五万五 因为我不一定能合理确定 你行使续租选择权 这五万五我不考虑 观念在这儿 损就损在这儿 所有款项应于每年年初支付 那我现在这个图貌似画的就不对 第一年的年初应该是标在零这个位置 第二年年初标在一那个位置 同理 第十年年初应该标在九这个位置上 这儿是不会有的 这就是很多人经常犯的一个错误 人家租金可以每年年初支付 也可以每年年末支付 一定看清题目条件再去画图 这是第一个 说完了 第二为获得该项足利 假公司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为两万 后边他给解释了一下 这个初始直接费用 这两万干啥用的 貌似对于我来说 没啥用 对不对 那这两万 我直接做的就是带银行存款两万 我借方就是我们要展现的什么使用权资产 因为你说了四项代价最终都是记住使用权资产 而且这个初始直接费用是我现在就花的不用折现 好 第二项完了 那么第三项作为假公司的激励 乙公司同意补偿假公司五千元的拥击 是不是应该是现在给 对 那么将来这五千元在这我要减掉一个什么 丁展五 其实这个题目说的不全 那么您这同意补偿乙公司的租金五千 是不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租资什么激励 明明这个佣金是假公司该负担的 但是我出租人给你好处 这不就是租资产吗 第四个我们已经读完了 然后假公司无法确定租资内涵利率 站在成租人角度 我优先选租资内涵利率 那是出租人的概念 他不告诉我 我只能选我成租人增量借款利率 5% 后边他说该利率反映的是假公司 以类似抵押条件 借入期限为10年 与省权资产等值的相同币种的借款 而必须支付的什么利率 这些貌似跟我都没什么关系 假设不考虑相关的税费等影响 现在我本来一共是有四项代价 第一项代价应该是租资财 第二项代价是以支付的租金 如果有租赁激励把它从这里边扣掉 第三项代价是我们的出使直接费用 第四代价是拆除了一些限制 对不对 我现在好像四项不一定很全 我先说第一项租赁复杂 编书的老师知道你刚看这道题 我们先不做很复杂的要求 您是不是每年支付一个五万呀 对 大家想一下 我是不是要把这十个五万都折线 折到第零点 对 第一个五万用折吗 不用 所以第一个五万实际上只是 代银行存款五万 自动这就会形成使用权资产五万 它根本不用折线 因为我在当天就已经怎么了 支付了 那么将来我真正要折线的是 未来九个五万 对不对 那么第十年的年初是标在九这 如果我要看未来九个五万 是不是这是最标准的九期的普通年金呀 对 那这不等于有九个五万 我把这九个五万给他折线的限值 不就是我们所说的租赁复杂吗 那好 我就先折线 五万 折线 因为我用成租人增量借款利率5% B-A 59% 有人说这怎么折线呢 如果你不会去听预期班 那么我预期班里边有讲到 最后得到355-391 这个355-39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它是我们租赁负债两个明细科目相抵后的结果 对 它就是限值 而这个限值是不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使用权资产的金额 没问题啊 只不过我要把这355-391分成两个明细 贷租赁负债 第一个明细租赁负款额 我一年支付5万 还有九年没有支付 这不是45万吗 那么贷方45万 然后我要问你 我补一个差额怎么能得到355-391 不就用45万减355-391就得到94609吗 就到几出租赁负债 横杠 未确认融资费 这俩结果的差额就是355-391 正好跟你进入使用权资产的金额一样 只不过现在多了第一期的支付额 这个使用权资产这加了一个5万 没问题吧 没问题 好 那我想问大家一下 将来是不是我们一定要确认出其中未付的本金是多少 那有人说未付的本金到底是多少 是355-391呢 还是355-391加上5万 你糊涂了 这5万是第一期支付额 我已经花钱了 这5万能叫未付吗 不能 你真正未付的这个钱 就是355-391 如果您实在实在确认不出来 我再教你个办法 是不是我曾经说过未确认融资费用理解为是未付的息 而租赁付款额理解为是我们所说的未付的本息核 我用未付的本息核减未付的息不也能算出未付的本吗 怎么算 他都不会错 好了 这是租赁负债完事了 另外您不是还发生了一个什么出使直接费用吗 出使直接费用两万 直接给他寄在哪 直接寄在使用权资产里边 没了 这是第二项 另外您不还有一个激励吗 这个激励我可以理解为是 等于抵减了您付出的代价 您代价之何作为使用权资产 您这有一个激励两万 应该使您使用权资产减少吧 对呀当您收到这个钱激励的时候 我们借银行充款不是两万啊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激励在哪 在这 5000元佣金 这5000是你的代价减少了 当然也使你使用权资产减少了 其实还有一个拆出的限值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拆出的限值就不用理他了 那么所以你最后的使用权资产的初始成本 就应该是这儿的355391加5万 得405391加上这儿的2万 减去这儿的5000得到420391 没了 这就是使用权资产 所以你不要认为 说我租赖负债的金额永远等于使用权资产 您的租赖负债只是使用权资产四项成本 其中的一项 我还有初始直接费用 我还有已支付的租赖付款额 我还有拆出成本的限值呢 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将来这些是当期支付了 当期就收了 它不会产生利息 我只是未付的本金别确认错了 其他的都不会错 好 这道题我就给大家说到这儿 那么标题四 后续几粮 租赖负债的后续几粮 我们先看账务处理原则 比如说就以这道题为例 您不是告诉我 每年要支付5万的租金吗 将来你真的网终拿钱 你不能拿嘴涮着人家玩 将来你支付5万租金时 你就会借租赖负债 横杠租赖付款额 比如说5万 贷房银行存款5万 您心里一定要非常清楚 您支付的这5万既有本 也有息 您得给我算出来 您支付的息是多少 怎么算呀 我在这儿不已经给你判断了 未付的本金是355391吗 我就应该用未付的355391乘以我们所说的实际利率 这一张更推崇叫一个名词叫固定的周期性利率 再换个词 就是您当时折现时用的折现率 我们这一道题的折现率不是5%吗 对 有了这5% 我是不是就能算出了我支付了多少息 完全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355391乘以5% 你算出来你支付的息是17769点多少 55 那么这个利息 如果我租赁的设备是专门用于工程的 那我可能是在建工程 我租赁的设备是用于生产产品的 我可能借制造费等等 如果啥都没有 我只租赁了一个办公用的设备 那我可能正常的给它费用化 所以这个对应的利息可以资本化 也可以费用化 那么代方是租赁负债横杠未确认融资费用 慢点 横杠未确认融资费用形成的时候不是在借方吗 以后每一年贪消都应该是在代方 租赁期结束了 横杠未确认融资费用 正好自动变成零 是不是跟我们第十三章 金融工具的利息调整一样 将来贪消了自动 九年的累积数 跟你形成借方的数 一定是完全相等的 最后算完了是17769.55 慢点 您支付这五万里边 既有本也有息 您支付的息是17769.55 您能不能给我算出 您还支付了多少本 可以啊 就是在这里边你支付的本金 这五万不是既有本也有息吗 我减去你支付的息17769.55 不就是剩下的是我支付的本吗 没问题 那就是五万减去这个数得到32230.45 到第一年年末 我还有多少本没有支付 也就是上位支付的本金是多少 那不用你最初最初 你没有支付的本金355391 减去你本期已经支付的本金32230.45 不就能算出你还有多少本没有支付吗 那么算出你还有多少本 323160.55没有支付 算他有啥用 当然有用 到你第二期 你支付第二个五万 还是借租赁负债横杠 租赁付款额五万 带银行总管五万 你支付的第二个五万里边 我还是认为既有本又息 其中我支付的息可能费用化 借财务费用可能资本化 借借借工程 这一回我只不过到第二年 应该是用323 也就是第一年年末 未付的本金乘以折现率 或者乘以固定的周期性利率 算出来我该摊销多少未确认融资费 那么将来再算出第二年 年末未付的本金 再算第三年的利息 年年如此 没了 有什么复杂的 没什么复杂的 在这我想给大家说三句话 你听好了 当你确认租赁负债的利息的时候 你是不是带租赁负债 我先不管明细科目 带租赁负债 负债在代方表示什么 增加 所以有时候我们习惯上说 确认租赁负债的利息 是增加了租赁负债的账面金额 你要会说 同理 你支付每年的五万 你是借租赁负债 是不是负债在借方表示减少 你减少了租赁负债的账面金额 这是我要说的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往后要习惯跟我说 不要狠low的说折现率 我们要习惯说固定的周期性利率 啥叫固定的周期性利率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一说你就明白 比如说你把你的钱存银行存一年 跟存三年 跟存五年 你银行给你的利息是一样的吗 不是 你不同的期限银行的利率肯定是不一样 比如说存一年百分之一 存三年可能百分之三 存五年可能百分之七 我的租赁也是一样的 我把我的设备租给你一年 租给你三年 租给你五年 我要的利率绝对是不一样的 这个利率我们就把它叫做周期性利率 在您折现的时候 它充当了折现率的角色 在您确认利息费用时 它充当了固定的周期性利率的角色 别错了 另外还有一个内容 就是第三点我要给大家说明的 我一直是说未付的本金 如果你想说的高达上一点 其实未付的本金在这一章 还有一个名词就叫租赁负债的 起初谈于成本 但我不习惯用这个名词 我只是跟你说一次 别说我没讲 我再往下讲时 我正常的永远在说未付的本金 那么说完了说完了 第三个 因重估或租赁变更等原因 导致租赁付款额发生变动 我可能要重新计量租赁负债的账面价值 后边我会再单说 基本的账务处理 我先说到这 那么在这我说几句话 您作为成族人应当按照固定的周期性利率 我还是那句话 你租赁期不同对应的利率肯定也有所不同 你租赁期越长 你这固定性周期性利率一定是越大 可以这么理解吧 将来我在计算租赁负债的利息费用时 通常是计当期随意 比如说借财务费用 但如果满足借款费用的条件 你可以资本化 比如说技术再建工程呀 技术制造费用 所以租赁负债的利息可以资本化 也可以费用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周期性利率 我必须给大家说一下 通常它是不变的 是你成租人在进行初始计量时所采用的什么 折现率 但是有些情况 比如说因租赁付款额发生变度 或者因租赁变更而需要按照修订后的折现率 对租赁负债进行重新计量的 我可能采用修订后的折现率 我到底是用原来的折现率还是用修订后的折现率 是随意选择的吗 不是 我后边都会跟你说 我们直接看例14-9 成租人甲公司与出租人乙公司签订了为期七年的商务租赁合同 啥都没说 租赁期就是七年 每年的租赁付款额是45万 你一定要这回就得看清楚 它是在年初支付还是在年末支付 这一道题是在每年年末支付 我简写 那是不是就应该是第一年年末标在一那 第二年年末标在二 一次第七年年末标在七这 这就叫每年的租赁付款额45万 然后咱们不是说即使你是成都人 也优先使用租赁内含利率吗 现在没有 我只能选成租人的增量借款利率 这个成租人的增量借款利率 在你折现的时候 它充当了折现率的角色 在你确认租赁付债的利息费用时 它又充当了固定的周期性利率的角色 这不是每年45吗 第一步 我就是要算租赁付款额的限制 我不等于把这45几个 七个给它折现吗 那不就是45乘以P-A年金限制系数 5.04%一共几期七七 最后算出来是多少 二百六十万 这二百六十万既是租赁付债的金额 也是你使用权资产的金额 这么说听懂了吧 只不过租赁付债我要细分为两个明细科目 贷租赁付债 租赁付款额指的是没有折现的金额 每年是45 一共有七个 那就是45万乘以七不就等于315万吗 然后用315万减缺二百六不就得到你要算的这个租赁付债横杠未确认融资费用55吗 很简单 算完了吗 算完了 我们实际上未确认融资费用是我们所说的卫付的利息 而横杠租赁付款额是卫付的什么 卫付的本息盒或者叫卫付的本利盒 那么一道推这个二百六十万不就是卫付的本金吗 所以将来卫付的本金这就是二百六十万 好了 那么该说的说完了 题咱们也读完了 接着我先做 到了第一年年末 你是不是该支付第一个45万 对呀 带银行存款45 借租赁付债租赁付款额45 这45里边既有支付的本 也有支付的息 我必须得算出我支付了多少息 我支付的利息是不是用最初你未付的本金二百六十万乘以 我说过了 折现的时候这百分之五点零四充当了折现率 将来你确认利息费用没有极特殊情况 它有充当了固定的周期性利率 算出你的利息是131040 你未确认融资费用形成是在借方以后 贪销时不就在贷方吗 那就是贷租赁付债 未确认融资费用131040 借财务费用 假如说跟资本化没关系 131040 您这45万既有本又息 您支付的息是131040 您能不能告诉您支付了多少本 318960 您还有多少本没有支付 不用用您最初没有支付的本二百六 减去你第一期支付的本318960 得到还有281040的本没有支付吗 这个数是你算第二年利息的基础 往下看 假如说到了第二年年末 你借租赁付债横杠租赁付款额支付 第二个45万的时候 我依然认为你既有本又息 你支付了多少息 这一回用2281040 乘以5.04% 算出了你该支付多少利息 借财务费用 待租赁付债未确融资费用 将来用你这45减去第二年的利息 是你第二年支付的本金 用第一年年末未付的本金 减第二年已支付的本金 不是算第三年利息的基础 没问题 年年都这么算 不用再往前说了吧 好 这个内容我就给大家说到这 那下边我们看小朋友第三 租赁付债的重新计量 这个重新计量 我可以断言一件事 我们由于某种原因而引起每年的限界流量呀 租赁期呀 折限率等相应的变化 如果你再让我往下说 我还不如说因为你重估了 导致相应的金额变化了 比如说你原来认为你能保住那个供允价值 你不用补差 你现在觉得你保不住那价值 你用补差 这不就是租赁付款额变化了吗 租赁付款额的任何一样变化 不就导致你租赁财债变化了吗 所以我们这儿需要重新计算的 其实就是你重新评估之后 可能涉及到这些两大变化 但是大家记住了 这一块的重新计算 绝不是租赁合同条款的修改 听明白了吗 条款的修改是后边所说的变更 这只是重估 所以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基本原则 在租赁期开始之后 我们因为重估会发生下列四种情况 我们要按照变动后的租赁付款额的限制 重新计量租赁付债 啥叫重新计量 我先算出一个新的租赁付债 跟你原来的租赁付债去PK 可能少了呢 我给你加上一个数 可能原来的多了呢 我给你减几个数 我就是要给租赁付债加一个数减一个数 那租赁付债变了 你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不也跟着变化吗 没问题 那要是增加还无所谓 假如说因为你租赁付债少了 你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也会逐渐减少 使用权资产毕竟是一种权利 毕竟是一种资产 它最小最小的金额到多少 零 如果它已经到零了 你仍然认为需要进一步调减 那对不起 剩余的金额 没有使用权资产可以充减了 你只能计当期随益 就跟我们弃支费用减少 你充减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充减到零了 你没有的可充 只能计当期随益 一样 那么在这第二部分 我们说一下它的账务处理 成租人按变动后的租赁付款额的限制 重新计量租赁付债 那可能租赁付债增加了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其他的项目没有任何增加 租赁期也没有任何变化 我只是觉得原来在第五年 我可能根本不用补差 那是不是我在第五年补差这项 我写的是零呀 对 但是后来我觉得不行 我保不住那四万的公允价值 我觉得我只能保三万 我在这就补差补了一万 将来这一万 我们如果折限 是不是就可能导致租赁负债变化了 对 这一万是导致租赁负债增加了 将来我就会带租赁负债横杠 租赁付款额就是把这一万写在这 你折限后的金额 比如说八千 那就借使用钱资产八千 剩下的两千 倒挤出作为租赁负债 未确认融资什么费用 没了 就这么简单 这是租赁负债增加 而如果租赁负债减少呢 一样 先给我把使用权资产给我充减 然后再充减租赁负债横杠 租赁付款额 这个数一定是没折限的 然后倒挤出租赁负债 未确认融资费用 这俩的差额不就是限值吗 但是你在充减使用权资产的时候 你会发现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 已经充减为零了 挡不住 我还需要继续充减租赁负款额是 一方面把租赁负债的租赁负款额给他充减 另外一方面把租赁负债未确认融资费用给他充减 只不过你不能再充减使用权资产 你总不能把使用权资产充减成负的吧 在这儿我们直接计当机损议 比如说我可能用的主营业务成本呀 我可能用的什么制造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有人说我到底用哪个 那是看您平时做账的是用的哪个科目 您将来就计用哪个科目 比如说举个例子 如果我这设备是专门用于产品生产的 那是不是我确认租赁负债的利息费用时 我是借制造费用 带租赁负债横杠未确融资费用 那你这儿的差额就给我寄制造费用 是这个意思 所以租赁负债可能增加可能减少 减少的情况下 你就给我记住了 它可能不够 差额直接走随 那么在这儿我想说一下折限率 我不论你是由于什么原因 导致每年的限界流量变了 然后或者是租赁欺骗了等等 那这个折限率我还能不能用以前呢 在这儿我必须再明确一个概念 大家记得不记得 我刚才所说的折限率 在你确认租赁负债的利息费用时 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周期性什么利率 你出租三年跟你出租五年 你要求的利率肯定是不一样的 也就断言一件事 你的这个周期性利率 是不是还用原来的折限率 就主要是看你租赁期是不是变化了 比如说我如果仅设计到每年的现金流量的变度 比如说我前面跟你举的例子 我原来认为这是零 我现在认为补差要补一万 这是不是单纯的金额变化 对 那么租赁期变了吗 没有 租赁期没变 那我固定的周期性利率就不应该变 你想一个道理 你往银行存钱 你存一万 三年期的是5%的利率 你存三万 三年期还是5%的利率 对不对 所以周期性利率主要是跟租赁期有关 因为不涉及到租赁期的变化 你的折限率就不应该变 还应该用原来的折限率就可以了 但是有一种情况 如果你采用的是浮动利率 那肯定随时要变化 你本身就不是固定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 如果可能涉及租赁期的变化 租赁期变了周期性利率 是不是跟着变样 那我只能采用变动后的折限率来折限 哪怕你是因为重估 导致这些量变化了 你就记住 租赁期没变 我的折限率不变 租赁期变了 我的折限率就要变 而浮动利率变动给我单独的 这是我今年给大家特意总结的 那好 该说的说完了 我们就看下边四种情况 先看第一种情况 实质固定付款额发生变动 那如果有人问我 老实要是固定付款额呢 固定付款额根本不会发生变动 比如说你每年给我十万租金 那有人说万一固定付款额将来变了 就改成每年八万租金 那个不是我们这要讲的那种 那是租赁的变更 我再说一遍 那是租赁的变更 听懂了吗 我们这讲的四种情况 是因为重估 重新评估导致的变化 而不是条款的变化 假如说你实质固定付款额发生变化 那不是单纯的金额变化吗 实际我就已经断言了 租赁期没变的情况下 我的折限率不会变 我依然会采用租赁期开始日 确定的折限率 这个方法我觉得很好用 那么先看第一个 如果租赁付款额最初是可变的 但是在租赁期开始日后的某一个时点 转为固定 那么潜在可变性消除以后 该付款额成为实质固定付款额 应该纳入租赁负债的什么 寄粮 这个很好理解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 成族人应当着变动后的租赁付款额 重新计量租赁负债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起个名叫新租赁负债 对 新租赁负债 跟你原来的租赁负债 预PK 补一个差 或充一个差 这不就是重新计量租赁负债 一样 我们直接看教材的例 14-10 他说成族人假公司签订了一份 为期十年的机器租赁合同 租金于每年年末之付 如果你是金额固定 那它是普通年纪 并以下列方式来确定 第一年租金是可变的 根据该机器在第一年下半年的实际产能确定 它是不是可变的租赁付款额 对 而第二到第十年每年的租金根据该机器 在第一年下半年的实际产能确定 我只有咬着牙 等到第一年下半年 我才知道实际产能是多少 当年的数是多少 我就知道了 二到十年的数 我也知道了 是不是等于第一年下半年结束的时候 我就转变为固定付款额了 没问题 那么他说在租赁期开始 假公司无法确定租赁含利率 那是出租人的 优先使用出租人的租赁含利率 不行 用你成足人的增量借款利率 百分之五 在折现时 它充当了折现率 在确定租赁负债的利息费用时 它充当了固定的周期性利率 是能说的吧 假设在第一年年末 根据该机器在第一年下半年的实际产能所确定的租赁付款额为每年两万 那么这两万第一年的两万代银行存款两万 因为你可能这设备是勇于生产的 借制造费用 那么第一年还用不用参与到租赁负债的计算 不用了 只有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折现才会形成租赁负债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应该是从第二年开始 我还有多少 还有我们所说的九个两万 九个两万 一直到第十年 那有人就开始迷惑 说老师我要折现折到哪个点 你要想清楚一件事 此时此刻 当您知道这个下半年的实际产能是两万的时候 已经是第一年年末了 对不对 我是不是相当于这个点是我们眼中所说的现在呀 对 那我后边还有几个两万 九个 我就把这九个两万折到现在的这个点 所以大家记住 将来租赁负债有一个规矩 你不论深处哪个点 你只要把未来每年的流出折到这个点 就是你这个点租赁负债的金额 往后不用纠结 说我是不是始终要折到第零个点 不用 有可能我第三年年末变化了 我只要把未来的流出折到第三年年末 我求出的就是第三年年末租赁负债该有的金额 一样的 那现在九个两万要折到现在是不是等于是九七的普通年金 对 那就是两万乘以P斜杠 哎 我不是说了吗 乘租人的增量借款利率5%在折现时充当折现率的结束 然后九七算出来一四二一五六 这个限值既指的是租赁负债的金额 也指的是使用权资产的金额 只不过租赁负债 我们要分成两个名气 代租赁负债租赁负款额是没折现的金额 两万乘以九是十八万 我用十八万跟这一四二一五六一到几不就是租赁负债 横杠未确认融资费用是三七八四四吗 写完了吗 写完了 那我必须问你一下 这十八万相当于是什么 未付的本息和或者叫未付的本利和 而这三七八四四相当于是未付的什么 那这的一四二一五六就是未付的什么 本息 对不对 对 那么将来您这不是写完分录了吗 当你支付当年年末 此时应该说第二年年末 也可以说是变动后的第一年年末 对不对 那就是借租赁负债 租赁负款额两万 但银行总管两万 我认为这两万里边既有本又息 我支付了多少息呢 就用未付的本金一四二一五六乘以 这回还是成一百分之五 他充当固定的周期性利率的角色 带租赁负债 未权融资费用 算出我们年末未支付的本金是第一 算下一年利息的基础 年年就这么做 因为你没发现吗 我的租赁期没有变 所以我在这用到的增量借款利率 百分之五就不会变化 就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第一种变动 主要是因为重估重新评估发生的变动 那么第二种情况 担保余值 我替你担保四万 我最损最损 我支付四万的价差 那四万叫最大风险藏口 我记住租赁付款额的金额是最大风险藏口吗 不是 我记住租赁付款额的金额是我预计应该支付的金额 那可能我原来认为我不用补差 我现在认为我需要补差 单纯的金额变化 涉及到租赁期的变化吗 不涉及到 所以折限率肯定不变 还是用租赁期开始日的那个折限率 我首先要对补差的金额进行估计 如果这个金额发生变动 成租人应当按照变动后的租赁付款额的限制 重新计量租赁付债 我用新的租赁付债 跟你原来的租赁付债PK 如果新的租赁付债大 我补一个差 新的租赁付债小 我充一个差 就这么意思 我们直接看这道补充例题 成租人甲公司与出租人乙公司 签订汽车租赁合同 租赁期五年 合同中就担保余值的规定 如果标的汽车在租赁期结束时的 公允价值低于四万 甲公司需要向乙公司支付四万 与汽车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 我问你 根据协议规定 我最损最损 我一共要补多少差 四万 这叫最大风险藏口 但是他是不是 我该记住租赁付款额的金额 不是 我根据我的情况 我认为该补多少差 甲定在租赁期开始日 甲公司预计标的汽车 在租赁期结束时的公允价值四万 那我保你四万 我不就不用补差 那将来我记住租赁付款额的金额是零 这是原来对吧 当我重新评估之后 我可能认为我只能保你几万 三万 那我要补一万的差 我是在第一年年末 我才确定我要补一万的差 那么将来这一万的差 是不是理论上来说是在第五年才补呀 对 你的租赁付债肯定发生变动 先不用说别的 你一定是带租赁付债 租赁付款额怎么着 一万 然后借方是什么 借方是使用权资产 差额是租赁付债 未确认融资费用 对不对 对 你只要把这一万给我折到现在 然后跟你现在有的租赁付债去PK一个差 就是使用权资产 有了使用权资产 这个数已经确定了 不就能到底出租赁付债 未确认融资费用吗 整个这笔分路 不就在为你重新计量的金额在买单吗 没问题 这是重固引起的 因为租赁期没变 折迁率还有原来那个 我这道题不可能每一道题都给你 把所有情况都给你讲清楚 所以我在这不再特意往下去说 那么你就知道这一万的差额 要纳入租赁付款额 将来采用不变的折限率 重新计量租赁付债就可以了 那么下边看第三种情况 用于确定租赁付款额的指数和比率发生变毒 您是跟我说过了 说过啥 可变租赁付款额分为两种 一种取决于指数或比率的 我们将来是要纳入租赁付债的 他要参与折限 对不对 而其他的可变租赁付款额是在发生时 直接走当机随意 对不对 如果你取决的指数和比率发生变动 那么你记住租赁付债的金额不就会发生变动吗 我们往下看 在租赁期开始日以后 这些指数和比率发生变动了 我到底要不要重新计量租赁付债 答案是肯定的 我肯定要重新计量租赁付债 那我用哪个折限率又来了 如果你是因为浮动利率的变动 也就是说你的指数和比率本来你依据的就是浮动利率 而浮动利率在不断的变动 那我采用的一定是修订后的折限率 哪怕你租赁期没变 因为你依据的原因是浮动利率的变动 你当然要用修订后的折限率 我说清楚了吗 这是第一个 除了浮动利率变动之外 你其他的指数和比率的变动 回归正统 什么叫回归正统 你租赁期变了 肯定没变 你只是指数和比率变了 租赁期没变 我折限率就不变 所以在这重估的时候 你永远记住一个原则 租赁期变了 我要用修订后的折限率 租赁期没变 我用原折限率 只有浮动利率的变动 引起的要用修订后的折限率 就它特殊 别的都没有什么特别 然后我们看一道补充利息 他说成租人假公司 签订了一项 为期十年的不动产租赁合同 每年的租赁付款额为五万 又来了每年年初支付 您老人家一定要非常小心 我给您老人家画一个图 如果把现在看成零 第一年年末 第二年年末 一直到第十年年末 他不是说每年年初支付五万吗 第一年的年初 这五万要标在零着 第二年年初相当于第一年年末 要标在一着 到第十年的年初相当于第九年年末 应该标在这儿 等于是这是什么 租赁年纪 先别着急往下看 他说合同规定 租赁付款额在租赁期开始 每两年 也就是第一年第二年 前两个五万 我可能没有什么特别要调的 而每两年期过去二十四个月的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进行上调 这不就叫取决于指数和比率的可变租赁付款额吗 租赁期开始日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是一百二十五 假定在租赁第三年年初 慢点 第三年年初不就是第二年年末吗 本来我第三年年初的租金是不是应该在第二年年末支付 第四年年初的租金是在第三年年末支付 对吧 但是你告诉我了 以过去二十四个月每两年调一次 那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第三个五万跟第四个五万 包括后边的五万 未必是五万 啥意思 那我可能就要进行调整 您这告诉我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不是一百三十五吗 然后假公司在租赁期开始的折限率百分之五 问你俩问题 第一个问题 您不是说按消费者价格指数去调吗 你原来的租金是五万 然后因为你当时在租赁期开始日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是一百二十五 而现在第三年年初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是一百三十五 是不是我算出来我调整后的金额就应该是五万四呀 对 那么这五万四至少我认为从第三个五万 因为每两年调一次第三个五万是不是要调了 也就是说从这开始我至少认为每年的租金不再是五万而是五万四 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这件事发生在第二年年末 这件事发生在第三年年初 是不是站在这个点上我未来还有几个 还有八个五点四万没有支付 我是不是都要折算到什么 现在那好 你未调整的租赁负债 要算没有调整的租赁负债 是不是每年租赁付款额都是五万呀 站在我们第二年年末 只有前两年用没调整的租赁付款额 因为你是每两年调一次嘛 前两年不用调 从第三年开始调 如果假如说没调整 是不是债应该是五万呀 这五万不用折线 所以这儿等于五万 假设 然后再往后 后边还有几个五万 你看一个两个 这儿去掉三个 后边还有七个五万 这七个五万要折到第二年年末 或折到第三年年初 不是五万乘以P 香港A57%得到339320吗 对 这是没有调整的租赁负债 那你调整后的租赁负债 你不能按五万来算 因为从第三个数 你已经改成五万四了 五万四就在第二年年末 或者就在第三年年初 这五万四是不用什么的 折线的 那就是五万四 加上五万四乘以年金限制系统 P-A57%得到366 466 这不是单纯的金额变化 租赁期变了吗 没用 这就是我要问你的第二个问题 你租赁期开始的 折线率百分之五 我现在依然可以用 因为只是单纯的金额变化 所以折线率还是百分之五 那我问你 新的租赁负债是366 466 原来的租赁负债是339320 是不是这俩我要算出一个差 一定是新的租赁负债大 对不对 对 新的租赁负债大 那不就是增加一个27146吗 这27146对租赁负债而言 它的限制不就正好等于它的使用权资产吗 所以这就会借使用权资产27146 那么租赁负债综合的结果也是27146 但是我拆成了两个明细 代租赁负债横杠租赁负款额 从我们第三个五万开始 是不是每个多0.4呀 每一个多0.4后边还有八个0.4 那就应该是多3.2万 没折现的金额是3.2 最后倒几差额 就应该是租赁负债横杠 未确认融资费用4854 我在这就补利个差 这是未复的什么 西 这是未复的什么 本 西 和 这是未复的什么 本基 所以在这儿 未复的本基 就等于27146 你能不能直接用这27146 给我往下算 不能 你原来正常核算的时 到第三年年初 不还有一个未复的本金吗 你必须要把这俩未复的本金 加在一起 往下一个个去算 你这儿体现的这笔分路 只是补差的分路 我这么说能听懂吗 好 那么第三种情形 我就给大家说的是 那第四种情形 主要是购买的选择权 许租的选择权或终止租赁选择权的评估结果或实际行使情况发生变动 但是我要考虑这三种选择权 我的前提是一定发生了成租人可控范围内的重大事件和变化 我才重新评估我该计量的租赁负债的金额 否则我不重新计量租赁负债 我再说一遍 当你评估这三种选择权是不是跟原来一样时 唯一的前提是发生了成租人可控范围内的重大事件 您才需要重新计量 如果发生的这些事件是成租人不可控的 比如说天要下雨 成租人不可控 比如说股价要涨 成租人不可控 比如说房价要涨 成租人不可控 这时候无需计量 是无需计量吗 是无需重新计量租赁负债的金额 我这么说听懂了吗 只有发生成租人可控范围内的重大事件 我需要重新评估这三种选择权的时候 我才重新计量租赁负债 否则我不用重新计量租赁负债 那么先说第一个 成租人在计算变动后的租赁付款额的限制时 应当采用剩余租赁期间的租赁内含利率作为折限率 这个折限率很可能跟我们原来的折限率不一样 为啥呀 比如说你行使了续租选择权 那不就意味着你租赁期从原来的租赁期要加上一段租赁期 租赁期变了 我当然折限率就变了 因为我强调的是固定的周期性利率 第二如果我无法确定剩余租赁期间的租赁内含利率 应该采用重沽日的成租人增量 借款利率作为什么 折限率 这就是第四种情况折限率的问题 我们看一道补充例题 成租人甲公司与出租人以公司签论一份为期五年 我先给你画出五年的设备租赁合同 租赁期是五年对吧 甲公司计划开发自有设备以替代租赁赁 自有的设备计划在五年内投入使用 正好我租赁期结束了 我这设备开始用了 甲公司拥有在租赁期结束时 以五千元购买该设备的选择权 这个行使购买选择权的价款五千 要不要记住租赁付款额 不一定 只有你认为成租人合理会行使的是 这五千才记住 否则不记住 我是不是正跟你说的 对 每年的租赁付款额固定的金额 不一共是五年吗 每年的金额是一万 一定要看清后边这句话 每年年末支付 如果是年初支付 你把这五个一万各往前提一年 然后甲公司无法确定租赁内含利率 以成都人增量借款利率5% 他折现的是充当折现率的角色 他确认我们租赁负债利息费用时 他又承担了固定的周期性利率的角色 别错了 好 往下看 在租赁期开始 甲公司对行使购买选择权可能性进行评估以后 认为不能合理确定将行使购买选择权 慢点 那就意味着这五千块钱 你绝对不能加在第五年年末 因为你不会行使 这五千块钱你根本不会化 凭什么算租赁付款额 凭什么算租赁付贷 这五千块钱此时此刻没用 我们接着往下看 然后这是一位甲公司计划开发自有设备 继而在租赁期结束时替代租赁资产 甲车在第三年年末 就是在这个位置第三年年末 甲公司做出削减开发项目的战略决定 包括上述替代设备的开发 该决定在甲公司可控范围内 只有发生了成租人可控范围内的重大事件和变动 我才需要重新计量租赁付贷 而现在恰恰是我可控范围内的重大事件和变动 并影响其是否合理确定将行使购买选择权 好我先读到这往下看 此外甲公司预计该设备在租赁期结束时 公允价值为两万 慢点 第五年年末这儿这个设备价值两万 我当时的约定条件你花五千块钱就可以买 是不是如果你不再进行研发了 你就应该行使这个购买选择权呀 对 那就是不是将来要把这五千块钱原来没记住的金额 就应该记住租赁付款额 对 这不就是重估发生的变动吗 往下看 然后甲公司重新评估其行使购买选择权的可能性认为 其合理确定将行使该购买选择权 你看原来是不行使现在变成行使 这不就是重新评估吗 原因是在租赁期结束时不大可能有可用的替代设备 因为你不再研发了 并且该设备在租赁期结束时 预期的市场价格两万远高于行权价格五千 因此甲公司应该在第三年年末将购买选择权的行权价格纳入 租赁付债的付款额当中 假设甲公司无法确定剩余的租赁期间的租赁内含利率 其第三年年末的增量借款利率为5.5% 本来我租赁期是五年 因为我考虑这三项选择权 我只是在剩余期间考虑这三项选择权是否行使 是不是等于租赁期就变了 对呀 等于租赁期变了 我当然要用新的得限率5.5% 但你必须搞清楚一件事 咱们先说变动前 您当时跟我说的话非常展情节节 在变动之前你认为你根本不会买 你的租赁付款额每年就是一万块钱 我这么说你能听懂吧 没问题 好 每年就是一万 那么一共是有五个一万 贷租赁负债 租赁付款额五万 对不对 而且这五个一万是每年年末支付 是标准的普通年金是一万乘以P-A 百分之五五七算出43300 这43300既是你租赁负债的金额 也是你使用权资产的金额 对不对 对 那么将来我们到底出租赁负债 未确认融资费用是多少 六千七 那我问你一件事 这43300其实是我们所说的未负的什么本金 而六千七是我们所说的未负的什么利息 而五万是我们所说的未负的本利和 或者叫本息和 能再往下做一笔吗 可以 到了第一年年末 年年都这么做 我是不是该支付第一个一万了 对 那就是借租赁负债 租赁付款额 第一个一万 贷方银行总管 这一万我既认为支付了本 也认为支付了息 我必须判断出支付了多少息 因为我可能是费用化 借财务费用 也可能资本化 比如说再建工厂呀 制造费用等等 贷方 我是不是要贪销一部分 未确认融资费用 对呀 那我就用未负的本金 43300乘以 我说过 还是乘以乘足人的增量借款利率 这儿的5% 将来这一万我支付息是这么多 能不能算出第一年我支付了多少本 将来第一年年末还有多少本没有支付 不就用43300减去第一年已经支付的本 算出还有多少本没有支付 你是算第二年利息费用的基础吗 年年都这么做 做完之后 如果我把它忽略了 到你最后在第三年年末 你租赁负债的金额是18600 这18600哪来的 你不用管 实际上你非得要叫一个支 我可以给你展示一下 这18600哪来的 你是不是站在第三年年末 是不是未来还有两年 对 那未来还有两年 你每年 是不是等于支付一个一万 对 你在任何一个时点上 你只要把它未来的现金流出 给它折到现在这个点 你算出来的就是这个点的租赁负债 那就是一万 比如说给它 我用最原始的方法 你当时原来的折现率不是5%吗 除以1加5的一四方 加上一万除以1加5的二四方 你不信你算算 肯定是得这个18600 咱们可以算一下 如果我用一万除以1.05 那么是不是前面这式子的9523.81 那么后边这式子是一万除以1.05 再除以1.05 算出来是多少 算出来是9070.29 您再加上前面9523.81 不正好是18600吗 有人说不对 你这么算出是18594.10 它不有四舍五路一个伪差吗 所以你要转任何一个点的租赁负债 就是把未来的每一年限级流量给它折现 算出来就是它的租赁负债的经济 那么站在第三年年末 我是不是因为我购买选择权重新评估了 我要再算一个新的租赁负债 我的租赁负款额没变 还是一万 其实就是理论上的第四年 而最后一年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万加上多少 0.5 只不过我要把这两个数也是折现 折到现在的这个点 现在此时此刻就是第三年年末 那就是一万除以1加 坏菜了 我原来的租赁期五年 我现在只在剩余的两年进行考虑 不就类似于租赁期变化了吗 你一定要用修订后的折现率 绝不能再用原来的5% 因为他这已经给你了 修订后的增量借款利率是5.5% 那就是除以1加5.5的一次方加上 一万加0.5 一万五除以1加5.5的二次方 最后算出了一个新的租赁负债 你原来的租赁负债是18600 你后来新的租赁负债是22960 后来的当表示你租赁负债增加了 增加了多少 4360 你租赁负债增加了4360 是不是相当于你使用权资产 也增加了4360 对 那么你代方租赁负债 租赁负款额 你为啥有这变动 不就在最后一年 你要把购买选择权的这5000加进去 所以没有折现的金额是5000 倒挤出租赁负债 横杠 未确认融资费用 不就是我们所说的640吗 这只是补差的金额 将来你要算未付的本金 一定要用你原来的 截止到第三年年末 未付的本金 加上这个4360之后 算出新的总的未付的本金 往后再算 其实总的未付的本金是多少 就是用你租赁负债的这个账面余额 18600 加上你现在所说的 未付的本金4360 得到22960 把未付本金理解为22960 然后再往下算 还有两年 该怎么算怎么算就没了 那这道题我就给大家说到这 那下边我们再看一个例十四 港十一 其实这是一个续租选择权的问题 我们也要考虑 前提条件 如果发生了成租人 我们所说的可控范围内的事项 我对三种选择权重新评估 我可能要重新计量租赁负债 而这道题发生的不是成租人可控范围内的 我不用重新计量租赁负债 就这个意思 他说成租人假公司与出租人 以公司签订了一份办公楼的租赁合同 每年的租赁付款额五万 于每年年末支付 千万要看清楚是年末还是年初支付 假公司无法确定租赁内含利率 那么我们只能选成租人增量借款利率5% 不可撤销的租赁期是几年 五年 零 一 二 三 四 五 他说并且合同约定在第五年年末 假公司有权选择以每年五万 你看 跟我原来的是不是没有任何优惠 那么貌似我不一定非得续租 再往前看 续租五年 也有权选择以一百万购买给方产 那可能就是我原来选择续租 我后来选择购买方产 这不就是我们选择权同时涉及的两个变化吗 往前都提 假公司在租赁期开始时评估认为 可以合理确定将行使续租选择权 而不会行使购买选择权 那是不是貌似我这个图画少了 应该是六七八九十 因为你前五年的租赁付款额 跟后五年的租赁付款额是一样 每年都是五万 你有十个五万 而且是每年年末支付 对吧 因此租赁期确定为十年 那么先说的诈可以吗 如果到这为止 我是不是应该把这十个五万给它折现呀 折现率多少 我们已经知道了折现率是5% 那就应该是5万乘以P斜杠A 百分之五 实际算出来是386000 这个数既可以说是租赁负债的金额 也可以说是使用权资产的金额386000 只不过一共有十个五万 没有折现的金额是50万 贷租赁付债 租赁付款额50万 那么两个数都确定 能不能给我倒挤出租赁付债 横杠未确认融资费用是11400 可以啊 老规矩386000是未付的板 而租赁负债横杠未确认融资费用 是未付的什么 稀 而50万是未付的板 稀 和 或者叫板利和 我现在貌似需要知道的 就是未付的板金是多少 现在你不是告诉我是386000吗 可以啊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往下算了 当然可以 您能不能给往下续一年 可以 第一年年末借租赁付债租赁付款额5万 代银行从团5万 这5万既有本又有稀 我将来可能借财务费用 代租赁付债未确认融资费用 算多少 当然用这386000还是乘以这5% 每年都往下算 会算吗 会算 所以我们这给了一张表 你不用去理这 我们要看的是后边 在第四年 该房产所在地的房价显著上涨 假公司预计租赁期结束时 该房产的市价是200万 而假公司在第四年年末重新评估后认为 能够合理确定将行使上述购买选择权 为什么 首先房价显著上涨 市价是200万 我最初最初跟你说的是让你可以选择100万来买 这不就是你成都人占便宜了吗 这一回你认为什么 你会合理的行使购买选择权 你是哪年做出去决定 不是第四年年末吗 站在第四年年末 貌似未来还有几年 六年 但是我用不用重新计量租赁费 未必 为啥 因为真正导致我从续租选择权 变更为购买选择权的原因 是因为该房产所在地的房价显著上涨 房价上涨是我成族人假公司能控制的吗 不是 既然不是 对不起 我不用重新计量租赁费 也就是说在第四年的时候 虽然你房价上涨了 但是它属于市场情况的变化 不在我假公司的可控范围内 那么将来我不需要重新计量租赁费债 那不需要重新计量是啥意思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到第四年年末的租赁费债的 余额是253679 这个253679 你也可以认为它是把后边六年折现到第四年年末的金额 就是253679 那我用不用给这个数补一个差或冲一个差 啥都不用 那么因为我虽然选择权变了 但是因为是房价上涨原因造成的 我接着踏踏实实的把第五年的分路写出来 那么将来写完第五年的时候 是不是你的租赁负债就是变成了216 363呀 对 到第五年年末 你不是说你不去租了吗 你不是说你要行使购买选择权吗 咱们分析第五年年末 站在第五年年末的角度 您快速的行使了购买选择权 那我问你 你如果行使了购买选择权 还有什么使用权资产 什么租赁负债 啥都没有了 你是不是要把使用权资产 把租赁负债全都给它消掉 对 首先你使用权资产的原值 有人说我不知道 你知道 这儿来 386000 这是它的原值 使用权资产也会提折旧 通常用直线网 因为你认为租赁期十年386000 除以十年是一年的折旧 乘以五 说明他提了五年的折旧 193000 是不是 我首先要带使用权资产386000 他少了谁跟着减少呀 使用权资产累计折旧 193000 这样怪异的科目 我们不是第一次用到了 前面不有一个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夸好弹销吗 把使用权资产消掉 你是不是也要把租赁负债消掉 对 租赁负债 你前边五年都支付了 那我问你 站在第五年年末 你未来还有多少租赁负债没有支付 还有五个五万 五个五万是不是就等于是租赁负债横杠租赁付款额应该是25万呀 原来他在带方 我现在反向把他截转到什么借方 借租赁负债横杠租赁付款额25万 是不是这个租赁负债横权肯定是消掉了未付的什么本息核 您不还有横杠未确认融资费用还没有来得及摊销吗 您还有多少未确认融资费用没有来得及摊销 其实我是可以算出 怎么算 你看这张表 站在第五年年末 你苏利负债的账面价值是216363 这个数你服气吧 这个数其实就是把以后五年的现金流出 折到第五年年末的金额 216363 也就是折迁后的金额 折迁后的金额不就相当于是本金吗 我本息合是25万 我折迁后的金额是216363 那我还有多少利息没有支付 不就是33637吗 把这个33637给它消掉 另外到此结束了吗 没有 您不是花了100万要买这个房吗 但银行存款100万 然后借方就是你新形成的固定资产 将来我们固定资产这个数 其实你是把租赁负债 你是把使用权资产 你是把银行计划都写定了 这个数倒几的 最后算出来的金额976637 你发现了吗 实际这道题我就抢完了 也就是说在整个的过程中 明明第四年房价发生变化 但是我依然以第四年年末的253679为基数 算出第五年的租赁负债 我什么都没条 我绝不会在你第四年年末补一个差 充一个差 那么因为你不是成租人可空范围内发生的重大事项 所以我明明知道你变化了 你的选择权变化了 但是我在第四年的时候 我绝不会补一个差 充一个差 我是依然以你第四年年末的租赁负债 算出第五年年末的租赁负债 你行使选择权的时候 我就会把你还剩下的租赁负债 还剩下的省权资产给你消掉 银行存款放在这 倒几固定资产就可以了 那么这道题我就给大家讲到这 这一讲我就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